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妨碍人家行人通行 他好像是讲一些他不喜欢听的话 他就两个发生冲突 送货员为何当街揍人 原来在去年12月25号下午一点多这天 中信送货员要来内湖这处社区送货 把机车停在后门遭到保全拦阻 说门口有告示这边停车会挡住通行 过程中疑似口气差让送货员心声不满 事后去拿棍棒回头找保全报复 按发的大型社区 由于总共有六栋大楼193户 因此社区前后门以及车道 都会有保全严格控管 结果却为了挡到问题 送货员怒殴社区保全 汪姓保全当下几乎被压着打 最后导致手脚挫伤 尽管选择不提告 但打人画面曝光送货员的失保行为 让住户痛批实在太夸张 三选顾员送货家横 台北报道 成网兰 购乘 前所